台南大日頭啦 我們又來到台南諸仙 我跟你講 真正的男人就是說話算話 我們等一下帶大家去開箱一下那個 CX60 我們還正常留言 你CX60應該 開箱一下 阿龍就要交車是要開箱什麼 諸仙來一句話 速戰速決 我現在等不及要開箱 60 旁邊有沒有 好 處理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一集的 老四推車 台南SP 對吧 SP嘛 Special啊 第一次看到我們在這個停車場 這個做推車 CX60 我們的台南 初大哥 拖他的福 他叫新車CRP賣給我們 所以我們就在台南 哇 你看 歐系長津格二館 這麼美的一個環境 跟大家第一時間 分享CX60 他這個是2500cc中間的等級 他有三個等級 一個是Elite 118.9 還有一個是Elite的Plus 就是今天這台 定價是129.9 然後再上去就是25S的AWD 就是139.9 大概10萬 然後再往上就變成3300了 171萬起跳了 如果是33T的一律都是四輪傳動 比較難得的是 我剛才有問出先為什麼會買這個 他說 他前一台車CRP已經四輪驅動了 而且他覺得說他這次呢 想要選看看這個後輪驅動試看看 重置引擎後輪驅動 他想說四輪驅動也開過好幾台了 他剛剛講說他之前開過好多車 XC90 RX450H 所以他這次換換口味 塞一個後輪的 CX60 大家看一下車頭 這應該也是他家屬的水箱護照 可是他這個中間的眼頭 有開眼頭 它有多一條 對啊 開眼頭 他眼睛變小了 但是開眼頭 很奇怪 怎麼有人這樣改 不是越大越好嗎 車頭燈 四顆 四顆嗎 四顆 有兩顆竟然藏在水箱護照 旁邊有兩個進氣的氣壩 這邊的設計就比較特殊囉 Less is more 少即是多 空即是射 射擊工 狗不拉屎 屎不拉狗 之前的一個做法 這邊都會做網子 所以他就少了配件 直接用這個美學把它抹過去 Less is more 這個下巴的地方 防刮材質 來 接下來看側面 這應該是槍色吧 小槍 對 沒有大槍 沒有那麼深 它大概比銀色會再深一點點 然後是這個235 50 20的鋁圈 我看一下 應該沒有前後配吧 235 50 60 20一樣 前後都是一樣的 那側邊有一個飾板 這個飾板是沒有用的 它的那個洞是沒有效果的 它就是一個裝飾的作用 後照鏡 方向燈只有小小在這邊 盲點在鏡片上的一個三角形 你看這側面真的很簡潔 你看喔 它的折線只有最底下 跟上面這個圓弧形 整個過來 帶過來都是一樣的 所以它的腰線是水平的 有些腰線帶鞋的嘛 有些是來這邊 像那些法國車最愛這樣 來這裡 快撞起來 不知道 送三小朋友 好 它整個就是平的 但是我跟你講 這樣做有一個壞處 就是板筋容易震動 除非它要做的 它裡面的內骨鋼 要做得很紮實 要不然很容易會有板筋震動 不過還不錯 沒有我想像中的虛 然後它的這個防刮的材質 非常少 如果比起它以前的CX5CX3來講的話 防刮材質其實比例算是 有降低了 一樣只有在下緣的地方 有這個防刮材質的修飾 其它後燈 怎麼有一點點像X系列 BMW X系列 X系列後面是一根鑰匙 喔 對 這有點像嘛 這一支鑰匙這樣過來嘛 X系列是兩支鑰匙 然後尖頭對尖頭這樣嘛 然後現在新的E-Class的尾燈 是硝波塊嘛 對 你放在示意圖 觀眾都知道我在講什麼了 那個就是適合海線的人買嘛 其實現在燈好像 除非你做的特別啦 原本的設計思維 本來就是要突破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衝過去就衝過去 衝不過去就很難看 所以它這個就是有燻黑的 跟紅黑色 也有點類似 現在Lasus很常用的那種配色 紅黑配色 GR配色就大概都是這樣 這裡有一個很大面積的網狀的飾板 它是銀色配上黑色的網狀 然後這個銀色烤漆的一個飾板 再加上 這根我覺得很漂亮 整根做類金屬的 一根直直的 細細的 鍍影的 我覺得就很好看了 上面呢 門板上面是軟塑膠 這一層是有皮 這應該皮革吧 對 這是皮革 門板的地方是皮革 再接下來這個 扶手的地方也是皮革的 好 接下來這就是硬塑膠 好 所以大概二分之一以下 就是硬塑膠了 好 中階就沒有BOSS 沒有抬頭顯示器 沒有天窗 應該是這樣啦 我記得 它椅子的鋪陳 我覺得就是比較 欸 我覺得它這個椅子 有一點出乎我的意料 就是它反而變得有點粗獷 它這個椅子的 這個板型的編排 材質的編排 沒有像以前 讓你感覺那麼的 斯文 Las is more 就不會有那麼多複雜 你看其實它這次的椅子算複雜的 它中間用網狀的 然後中間又用了一個四條 然後這邊兩邊又用了不同的材質 然後又用上這種米黃色 奶油色的車線 我覺得它這次的椅子 做起來的複雜程度 沒有之前這麼優雅 我覺得啦 有點太多了 對 就是跟以前它的氣質沒有很搭 我自己覺得 那皮革摸起來 部分真皮吧 應該 應該是中間這一塊是真皮 我自己感覺起來是這樣 然後電動椅還有含腰靠 腰靠只有前後沒有高低 它凸出來頂到你哪裡就是頂哪裡 像阿呆可能頂到胸部凸出來 沒有那麼矮 沒有那麼矮是不是 有沒有 油了一頂 怎麼頂到尾椎骨去了 所以它這個就是沒有高低 來 我先把它發動好了 很穩 引擎很穩 方向盤偏矽 皮革也蠻細緻的 那一樣它的跟車在右手邊的快捷鍵 左邊就是Information 有方向盤的換檔快撥 然後這個方向盤呢 四項 支援四項 調整 煞車燈故障 新車 好了 我這樣弄下去很像別台咧 蛤 交新車 煞車燈就故障喔 還沒有材料 叫你先回家 等材料來 哎唷 怎麼會這樣啦 哈哈哈哈 我也變成這樣嗎 好 太多了 不講了 到這裡就好了 哈哈哈哈 這個是一個小插曲啦 它交新車的時候就 一開出營業所就煞車燈故障了 那回過頭它說沒有材料 不是就燈而已 第三三二燈 它可能要換整塊吧 它可能要總層都換掉模組 所以它要等日本過來 因為它第一時間就交車了 三月才做好 三月底就領牌了 所以三月出場三月領牌 它真的很趕耶 不是 不是 很敢的啦 趕時間的趕啦 哈哈哈哈 等一下 不是它真的很趕耶 這樣也交出來 兩個都有通 車 插頭都還沒插好就交出來 很趕 真的很趕 啊 很趕高的 哈哈哈哈 兩邊的這個出風口 我覺得蠻特別的 可以特別講 它特別做了一個 突出來的立體造型 它已經不再是把它做在 平整在這個中控台裡面 周圍呢 都有鍍鉻的四框 中控台的材質 上面是軟的塑料 再來第二層的部分 這個是皮革的 有附上一個滾邊線 好 那以下就是這個鍍鉻的四框 那這支螢幕它說有變大了 是有變比較長了 變寬了 然後旁邊又多了一個環景 可是我坦白說 沒有大很多耶 就是跟我們現在看到 你看我們上次塞的 SUBARU的 什麼CROSS TRACK 那整面耶 不是 現在大家都已經很大塊了 就是連外面賣的安卓機 安卓機裝上去出門口全部擋住 按鈕全部擋住 你有沒有看過 有 那倒進去 冷氣都不用吹 先吹安卓機 全部都擋在前面 那個都很大耶 所以我坦白說 認真講以現在的螢幕來講 真的不算大 那以MAZDA本身來講 是有變大了 沒錯 有進步了 有進步嘛 哎呦 我們要又說話了 缺錢也不是這樣 不過我覺得它這個中間的安座 為什麼要做這麼大咧 我跟你講我覺得有點擠喔 我覺得我座位其實是擠的喔 來我坐好 你自己看 你從上下 我是局處的 你看我的手都要放到 我的手已經放到中間來了 我這樣子就變憋了 你自己看 我手如果要放回來是憋憋的 對啊 我放這樣是稍微憋 但我輕鬆放應該是這樣 中間排行桿就這 這是我的角度啦 所以它這個 因為這個我不 啊 傳動軸 它重置引擎再接傳動軸到後面 這那個迷胸應該很長 好 我覺得這真的是特別寬啦 寬的有點誇張 較結無線充電 跟一個點煙器 上面是雙區的恆溫空調的控制鍵 那這一次的冷氣出風口 坐在比較低的 相對比較低的位置 就在這冷氣控制鍵上方 那撥桿 喔 撥桿它只有下而已 喔 對 它只有按的功能 它沒有往上 欸 它沒有往上的功能 這就是往下 往下 往下 喔 往下 它不是那樣撥的 好 那阻尼桿還不錯 蠻有質感的 只是我會忍不住想要這樣子 沒有 就看起來就很像撥它 看起來是很像 很像是可以上下撥的東西 好 再來後面這個有 MI-Drive的模式喔 Sport 儀表板就會變成紅色 Normal 儀表板就會變成灰色 欸 就兩個模式而已喔 這個也沒有 Eco Eco 沒有 好 排檔桿呢 做的是 欸 小丸子 我又幫它取一個名字了 小丸子 小丸子 好 很像法技嘛 喔 對 好 很像那個法技 嗯 哇 然後按鈕是在前端 欸 往右撥 喔 它是這樣子喔 所以它是這樣子的 往上 R P是從R檔按按鈕打過來的 欸 這時候不太人體工學 你剛開始的時候不習慣 對齁 你叫過R檔 對 你要停車 你看我現在D檔 假設我停車現在前進 好 我搶好位置了 我要去P的話 我必須要先進到R檔 你倒車燈亮了 再往左打 以前是這樣上去嗎 或者是按按鈕啊 欸 有個P按下去就好了 對啊 現在比較多是做一個按鈕就好了 好 這個有點不救手 這不算尿吧 真的不救手 這要習慣一下 沒有那麼直覺啦 因為依照以前的用車習慣 就變得稍微沒那麼直覺 有Auto後跟電子手煞車跟這個 蛤 現在還用轉盤喔 欸 那這個螢幕可以觸控嗎 欸 沒有觸控喔 今天也不行欸 哇 所以它只是放大而已 被割掉了 被割掉了 喔 國外有 喔 國外有 煙割掉了 一律都沒有啦 好不好 喔 不過A4它不會更遠做Auto 好 然後這裡有兩個自備架 好 然後中間就有一個雙開 雙開的雙手 好 皮革摸起來也是蠻不錯的 好 手套箱 我看一下 好 很一般的手套箱 不過裡面有紫龍毛 然後下來有 主看桿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它是米色屋頂的 看後座吧 我先喬一下 不好意思喔 朱大哥 我要喬一下喔 欸 你這有記憶嗎 喔 在這裡 喔 兩組記憶在這 我覺得我開車應該會是這樣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大小 好 還不錯 然後後座不能調整椅背 後面椅背是不定的 那它的坐姿 還蠻舒服的 沒有 不會太直 是稍微有點躺的 那前面我坐得很舒服的狀況之下 就大概剩下一個拳頭 178公分的駕駛 178公分的乘客 還不錯 後面也是一樣的出風口 跟兩個Type-C的充電孔 地圖袋兩個都有 沒有偷一半 也沒有後面用布的 前面用皮的 我們現在都知道什麼省錢了 偷一個地圖袋嘛 前面用皮的 後面用布的也可以 雙材質啊 對不對 還是這個 揭一下也可以揭起來 欸 你看看這個這麼厚 你看 上面那個是這樣 價錢還差不多咧 品牌不一樣啊 不能這樣講 欸 而且可是都進口 都進口的啊 品牌不一樣啊 雷克薩斯的啊 可以更屁股的啊 欸 其實後座直覺 剛坐上來的感覺 這個椅面啊 的支撐性跟柔軟度 都蠻適中的 但唯一一點可能也是一樣的 但我認為每台車給我做到 應該都這樣 就是太短了 這真的是有一點短 好 來看一下後車廂 它門蠻開的 對 它門90度喔 它門打開有90度 所以很好上車喔 但凡只能開這樣 你都會變得很難上車 欸 蠻靈敏的耶 我隨便踢一下耶 欸 有的還跟你說 你要在哪裡 稍微踢進去 不能踢太久 不能這樣 速度不能太快 要踢整步啊 你知道嗎 第一次總是要踢比較久 好 怎樣 坎勇 不過它這個 快速傾倒的把手在這裡 它這一拉椅背就會直接躺 但是回來就要自己拿回來 好 那下面一樣有一個置物盒 保麗龍 應該是為了要平整化 所以把它墊高了 好 裡面就可以放一些反光牌 現在應該都補胎劑了吧 補胎劑在裡面 然後後面全部都是絨毛的 好 這邊都是長絨毛喔 這都是長絨毛 欸 不錯喔 它沒有 沒有偷工減料 後面都長絨毛 有啦 一個就是這個墊子 這個墊子現在用這種腳墊 就是帆布型的 這就比較省了 比一塊板子還省錢 欸 還不錯 空間我覺得算表現合理啦 好 那它應該是平的啦 我稍微倒這一邊 它這個做墊這麼高 我相信它應該是要讓它平 對啊 好啦 那今天不要耽誤這個 租大客太久 今天帶我們下午去吃了一輪 說等一下還有 第二拐要去吃 說它都訂好了 好 我們趕快上路去 簡單繞一圈試駕 不要浪費時間 出發 走 我後來看了一下 它說它ABC柱跟什麼後面的保險桿 都是高強度的鋼材 好像是什麼 一萬八千MPA喔 那是一個單位 方向盤完全感受不到那個 引擎的震動 接近零 幾乎是零 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喔 剛剛是打嗝啦 靠北辣 它這個底盤好像跟那個MX5一樣 有一個車身的穩定平衡器 在抑制你過彎的側頸不要太嚴重 Sport把它拖一下 我看一下 方向盤的變窗 有 方盤的間隙不太一樣 你如果把它開到Sport的話 方盤的反應比較靈敏 底盤的反應比較靈敏 不過我覺得它在底盤做得還不錯喔 就是它過坑洞的時候 你雖然知道有坑洞 但是你車身是穩定的 你不會有過多的搖晃 搖晃跟彈跳 它這應該是2.5渦輪的嘛 自然進氣 自然進氣的 2.5自然進氣的 194匹 194匹 然後330才是284匹 它這是2.5自然進氣的喔 我覺得油門反應踩起來還蠻順暢 加速還蠻快 就是不覺得說這個車子很重 很重的感覺 但確實你現在車頭看去 其實它的車頭超寬超長 已經算是大型休旅車的那個 感覺像是大型休旅車的size 引擎的聲音蠻好聽的耶 我現在沒有開support 不知道是引擎的聲音還是排氣管 聽起來還蠻順暢蠻舒服的 隔音還不錯 現在外面是有車的狀態 但我覺得隔音沒有 我來看一下 甚至冷氣的聲音都比較大聲 它氣氛性都還可以 CRV應該你曬過最不高音的 對 所以我覺得豬大哥也很會變化口味 XC我覺得它都很跳 RXLASUS也比較久 520也比較久 XC90也比較久 XC90也比較久 CRV 現在是4362 你這樣換那麼多台車 你覺得隔音的台車 你晒起來比較會合 還是比較感應 你如果純開應該是 米蘭比較好開的 喔 你覺得米蘭比較好開的 喔 你覺得米蘭比較好開的 是純開的 認真說 如果我覺得應該是 CRV開起來比較輕鬆 因為沒有壓力 對 那台車炒在哪裡就炒了 對啊 對啊 沒有油就加 時間夠保養 那真的是很好的一台台無車 對 電腦你現在叫你駛新車 你想要你又來了 對啊 那奧特派鑽來鑽去的 你要去哪裡 你要想好車停就比較安全 對 其實我駛到買了 我也是比較喜歡駛駛車 駛太新的 心理壓力很大 其實認真說起來 我覺得它開價129萬不算貴 真的不貴 以配備來說 第二個是以 它是進口的 你把它回退60%的關稅掉 它才賣你多少錢 所以馬自達一直用這樣的一個策略 它的一個質感 給你的配備 那當然我覺得 當然你要買更新高科技 你要買33D 對 但是如果你一樣花在120多萬 買一台CX60 這樣子的一個格局 不過 馬自達真的很會把 很大的車室內空間 做得稍微局促一點 其實這前座真的有稍嫌局促 跟它以前那種馬3CX3 大同一樣 它如果是一個裝潢設計公司 它就把你室內弄得很多 那麽彎彎彎彎彎 天花板幫你做了很多造景 結果它壓縮到你的空間 你居住的空間 沙發也用很大座很漂亮這樣 整個都壓縮你的居住空間 不過整體來講 我覺得以它這個價錢 我是覺得CP值還不錯 然後它自然進氣的話 稍微可惜 不過我以為如果有2.5渦輪 它老是喜歡用那種2533 這種台灣人最討厭的稅景 超過的 對啊 奇怪 你還不如2.0加一個渦輪就好 你賣爆嗎 應該成本不會比這個25的重置還貴 那你也差不多賣120左右 就很好賣啦 台灣人很簡單 為什麼你們都不理台灣人的感受呢 你不覺得台灣人很簡單嗎 又看怎麼曬配備來啊 賣相就有人買了 很簡單啊 CP值啊 以前那個水餃一顆一塊 大家排隊買到爆 一次都買100顆200顆500顆再買的 一顆水餃一塊錢裡面包什麼肉啊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啊 怕死人 那整體試起來呢 我覺得就是一個 開起來是中規中矩的啦 那你要說它底盤非常的好嗎 我覺得是高於我預想的表現啊 就是以它的舒適度來說 過坑洞啊 轉彎的舒適度 我覺得高過於我想像中的表現 還算蠻穩重的 那加速度呢 你說它非常快沒有 但是它是一個非常順暢的曲線 那也不至於會讓你覺得不夠用 或者是說有氣無力 整體來說內裝的質感 就承襲了它以前的風格 當然有一些地方我是覺得跟以前的風格 有一點落差啦 都會好 就例如說像這個比較大 比較粗顆粒的這種皮 覺得在以前的馬自達比較少用 這麼粗曠的皮革 對它應該都是相對要像這種細緻的 我的印象中它用料都是要用這種細緻的 對椅子也是 所以它這次的椅子也變得比較稍微比以前 覺得感覺來的稍微粗曠一點點 這個是我這一次覺得看到這個CX60最大的一個感覺 那事實上像剩下的這些方向盤 我覺得變化的幅度不是很大 它好像有加入了一些新的科技配備 應該是它的鏡頭是比較寬的 有側方車流的那個警示的安全系統 它可以偵測到更大的範圍 好大概這樣 好啦那今天也非常謝謝朱大哥給我們一個機會 第一次在台南開箱一台CX60 這個讚 所以我說人喔就是靠緣分不要強求 對不對 這個強摘的果汁不甜 自己送上門的 絕對是先人跳 好啦那這個下次見 要訂閱留言分享開啟小鈴鐺 掰掰謝謝朱大哥一下啦 好不好 謝謝朱大哥 請給我